哈啰,歡迎收看Beast Party,我是Tommy 講真的,我今天有一點緊張的 因為以前我去做Food Reel的時候 我都是吃中餐,或者是比較大眾化的餐廳 不過今天我就來到了這個叫做Sappore 它是吃一個義大利跟著一個西班牙餐的餐廳 我會怕我吃了之後,不懂要怎樣解釋 然後我那種Dihel沒來的嗎?沒有吃過 所以我現在又緊張了 你緊張嗎? 不會啊,我來吃 你說我讀對嗎?Sappore 你讀對了Sappore 其實Sappore在意大利的語言,它是味道 我們的Chef Fabio是來自意大利 盡量在比較正宗的意大利 還有西班牙的味道 所以咧,想要吃正宗的意大利飯或西班牙餐 應該是來這邊摸誰的啦 對啦,來這邊摸誰啦 有一個新的菜單 兩年裡面現在是第六個Version Version 6了 一直在換,然後一直在改變 喜歡你們都喜歡我們的食物這樣 這麼幾年叫我來做Food Review 我當然也是要記念他們 找多兩個大牌來一下的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就找了 哇,快吃飯吧 哈哈哈哈 哈囉 Sappore Sappore 話說我們今天吃的這個呢,是非常之厲害的 喂,我的頻道沒有這麼說 沒有這麼說過的? 沒有 可以彈一下 什麼東西都還沒到,我到了這麼久 還沒到 剛剛才到,它還是塞車的我 還是塞車的感覺 這裡出名的什麼? 這裡是西班牙和義大利餐 西班牙Muri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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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上來 就這樣子 好脆喔,我聽到的聲音 對,好脆喔 啪的聲音 快點吃喔 熱了,不要吃喔 要趁忙吃喔 趁忙吃喔 這些 醃了過後 鹹鹹的火腿 然後配這個餅 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因為其實我是很怕肉 吃肉的人 可是我像一邊放下去 吃它的味道很香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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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這邊有很多種 因為我也記不起那個名字 然後有一些是 比較鹹 有一些就比較淡 但是它帶點辣味 那種肉 其實我們很少會這樣子吃 所以這一次這樣子吃 真的是一個 對我來講 這個蠻新鮮的啦 所以做我的朋友 要對我好一點啦 因為有時候我去Food Review會找你啊 你啊 下面那個旁邊那個醬呢 都是用黃豆弄出來的那個醬 然後咧 還有就是菠菜啦 Spanish啦 上面還有就是那個烤魷魚 而且這個是新的菜式來的喔 最特別的就是因為我們有的 這個醬 是非常好吃的 在醬汁 味道的味道 所以 味道的調整 很好 很棒 很棒 先來嘗嘗一下 醬 一直以為醬是很鹹的 醬汁 但是不會 可是黃豆 很純的黃豆味 是什麼 這麼熟的那種豆味 原來是這種豆 噢 那個烤魷魚 它是鹹的 然後那個醬 那個黃豆的醬 有點灑灑淡淡的樣子 它不會很鹹 然後綜合起來 那口感是很多層次的 有鹹 有那個醬的那個黃豆味 真的 你吃下去你才會覺得什麼是平衡啊 講是講不出的 你們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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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好吃的東西我們來講好吃 但如果是好緊要好吃 我們會說 好XX好吃 哈哈哈哈 味道非常鮮美 還有 那個口感很紮實 它繼續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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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是 甜蜜蜜蜜 和 很甜 很甜 所以我決定用甜蜜蜜蜜 和平衡的味道 和平衡的味道 很甜 然後在上面還有一個那個蛋黃 蛋黃就是好像那種很幸福的感覺 出來的那種 甜 跟鹹 跟smoke的味道 裝在一起 就是這一道菜了 哇 整整就留下來了 有 早餐 覺得很像早餐 哈哈 有誰想過會用三文魚蛋黃跟番薯配在一起咧 沒有人懂的 這個東西我感覺早餐吃的話很舒服 打算在這邊吃到早餐咯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種是要減肥的人 或者是在控制身材的人都可以吃的 就是完全 又有蛋白質啦 然後它的熱量又低 它又飽 你看這種就是祖國啦 它講到特別有 光力氣啦 然後我們這種就 不如它講解釋啦 好啦好好吃啦 哈哈 哈哈 這是我們的鮮肉 這是我們的鮮肉 是製成的 是製成的 青椎 是青椎 青椎 青椎 黑椎 我們製成的一天 然後我們慢煮 做兩小時 120度 然後我們拿出來 我們煮乾淨 半小時 然後我們煮乾淨 然後我們煮乾淨 我們煮乾淨 20分鐘 現在吃了 現在是在那裡 20分鐘 拿出來 20分鐘 拿出來 這個步驟非常高 是很多的 一定好吃的 先拍一下 我覺得這個魚豬 它的豬肉 跟一般我們酒樓吃的 有多數是偏差 它的皮是脆的 但是它的新的肉 這個比較怨熟 因為這個是個人喜好 我自己本身呢 就比較怕酥 所以它都會有 少少這個魚豬的酥味 如果你很怕那種豬 豬肉的味道的話 來配它的醬 你就沒有那麼怕 Mastard 黑醬 蘋果醬 我喜歡它放那個蘋果醬 很清爽的嘛 它甜甜 酸酸那個蘋果味 然後配在這個乳豬 你是想像不到 原來是這樣打的 好吃好吃 這個我們做了 燒烤的 然後 放雞蛋 所以你可以吃 脆脆脆脆脆脆脆 所以這塊豬扒 是西班牙坐飛機來的 它說這個是骨髓汁 它不豬的味 前面幾天沒有這樣子的表情喔 這一個 真的很好 豬頸肉大家都懂 有點 彈性彈性 嚼勁嚼勁 然後它又有一些油脂在裡面 咬下去噴出來這樣 這道是天堂菜 豬頸肉的彈性 就真的是跟一般的肉都不一樣 而且這個又是西班牙黑毛豬 原來西班牙的黑毛豬 它們是放養的 它們到處跑 然後它們就會吃一些 那種果實啊 然後它們的生上就會有那種 油味啊 香味啊 那種奶香味之類的 叮叮叮叮叮 很好吃 很好吃 不然有一點點甜咧 就是我會以為有那個酒會有一點苦 但是它是比較甜甜的 好吃好吃 我覺得它是在等版是對的 因為它版的味道是很濃的 我覺得它是在等版是對的 我覺得椒糖的味道 很椒 很脆的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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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蛋 豆腐花筋 它口感很奇怪 寶丁也不是寶丁的混合體 寶丁 起司 再加豆腐 啊的混合體 混合體 這個我第一次吃 這個我第一次吃 等蛋 真的吃等蛋 天春的下山 你自己去買椒糖糖去燒 哇今天真的是太滿足 又很開心 因為跟兩個朋友一起出來 吃下的東西 聊夏天 又喝下了一些美酒 完美的一天 我可以說呢 下次叫我 那個豬頸肉 我其實蠻喜歡的 誰喜歡我 對 我不是這麼喜歡吃肉 我真的不要管它 我繼續講 但是我覺得那個豬頸肉 是不那麼愛吃肉的人 都可以接受 還有第一道那個 看起來很深 然後其實它已經熟了 那個肉 我也是很驚豔 對對對 講得很 那你給我選 都是豬頸肉 誰喜歡的 但其他的都很特別 你那個 烤魷魚 那個也是很好吃 總之就是今天吃的 都是我一般上 不會吃到的味道 所以我如果有解釋到不對的話 Sappore都不要怪我 如果我幫你解釋錯的話 今天總要謝謝Suki 總要Peter 總要Chef Fabio Thank you Thank you support Thank you 如果你喜歡我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like and share 如果你是從Youtube看到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如果旁邊這邊有一個 叮咚按下去 有最新的影片 你會最快知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